元宵节过后春天即将来临 全台春天旅游热门经典阿里山花季 也即将在3月10号正式展开 但在防疫期间 为了因应花季可能带来人潮 公路局跟阿里山相公所 在防疫工作上更不马虎 我们防疫措施其实现在都一直持续在做 包括他们相公所的清洁队 他会来做室外的防疫消毒工作的部分 室内的部分我们每天上午下午 各会有一次就是针对室内 有客会用出道的服务手 这些像厕所服务手等等 这些狗地服务手都会做消毒的工作 另外为了因应大量车潮 公路局实施驾热交通运输管制措施 针对小客车实施路段转程接驳 并设置10处临时接驳车站 而游览车部分则需要提前 在临时购票处购票入园 另外也配合说公路局那车站的 小车的管制工作 让转程这个书运客运的这个游客 也能够提前的购票 并且享有这个七五成这个优惠 另外我们从在游乐区的 这个有提供这个电子门票的部分 我们从即日起到 到4月30日子 阿里山花季将从3月10号 开跑到4月10号 在欣赏阿里山花季的迷人风采之余 也别忘了落实防疫遵守交通规则 有时新闻怎么当时已故台北市采访报道 阿里山花季的迷人风采之余 阿里山花季的迷人风采之余